家乡的李先生前两天和媳妇一块到澡堂去洗澡 俩人要了一个担尖 洗澡的时候就觉得不自在 洗完了澡准备离开的时候 俩人突然发现这浴室里的镜子有问题 然后呢我出来了 然后我老婆在里面整理头发 整理头发就得对着镜子 这是李先生的媳妇猛然发现 面前这镜子不对劲啊 他那一面镜子上呢 所有的地方都有水汽 就那个右下角那个地方的水汽少一点 然后我老婆呢拿着那个毛巾擦了一擦 镜子后边的水银呢 被别的已经就是人为破坏了 然后把镜子拿开 后边有一个用刀子割开的一个洞吧 长十厘米左右宽有五厘米左右吧 这就是当时那面镜子 李先生和媳妇在这个单间 足足洗了一个小时 假如隔壁真有人透过玻璃偷看的话 那可就一览无余了 想到这些李先生两口子后继两只冒冷汗 偷窥的隔壁呢 那个地方是有人住的 我那时候需要就是一面镜子 镜子的这边是刮开的知道吧 刮开你拿了镜子后边是个洞 懂了吗 就从另外一个屋里就能看见 我去到这个地方 那屋里反正没在 你又没发现有这一会儿都看见 看见了 隔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住的又是什么人呢 至于后来的事咱可是都不知道了 来 背影你的墙吧 我们去那 虽然只有一墙之隔 但中间要穿过三个回廊 拐过两道丸 终于来到单间浴室的隔壁 这下写的可不止是冷汗了 不仅李先生夫妻 连澡堂子里的老板员工都被惊呆了 除了一个人 那名搓澡工 警察来了之后呢 从那个南池搓澡工那个休息室 翻出来很多黄色光碟 原来单间浴室和搓澡工休息室只有这一窗之隔 当初割开这道口子是为了方便拿出钥匙 拿出钥匙之后摆上了镜子 没成想镜子却成了搓澡工偷窥的工具 现在那名搓澡工已经涉嫌扰乱公共治安 被警方拘留 澡堂方面表示这样的人再也不用了 偷窥别人洗澡 这人的内心实在是太变态 太阴暗了